CBA消息 辽兰克星正式加盟 赵继伟遭人暗算 胡金秋成交换筹码 辽兰克星正式加盟 北京时间4月5日 CBA常规赛第三阶段的比赛正在火热进行中 近日沙巴兹加盟广东南兰的消息 可谓是一直受到球迷的广泛关注 据广东体育媒体的报道 目前广东南兰已经完成了沙巴兹的注册工作 各项体能测试也相当顺利 经过短暂的调整之后 沙巴兹最快将会在季后赛完成在广东南兰的首秀 众所周知 广东南兰自从周鹏和威姆斯转会之后 广东南兰的封线问题一下子变得尖锐起来 虽然广东的年轻小将成长得很快 但是时至今日依旧不能独当一面 而这次朱芳宇之所以会牵下封线球员 而不是5号位球员 就是因为广东的封线已经不足以支撑到季后赛了 虽然广东的内线问题同样尖锐 好在意见连的状态逐步回暖 再暂时顶一下还是可以的 对于朱芳宇的这次操作 很多媒体人却有更加深层次的理解 辽宁南兰一直都是广东夺冠的最大阻碍 在第二阶段的休赛期 辽宁南兰迎来了超级外援莫兰德 莫兰德的加盟 直接让辽宁南兰的整体实力上升了好几个维度 已经成为本赛季最热的夺冠球队 巧合的是沙巴兹在CBA共有两次打辽宁的经历 两场比赛一共贡献出80分的数据 值得注意的是沙巴兹的进攻相当犀利 即便是与莫兰德正面相遇也绝对不会落下风 由此看来 朱芳宇对辽宁还是相当重视的 而这次签下沙巴兹就是为了对抗季后赛中的辽宁南兰 你认同这样的观点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赵继伟遭人暗算 北京时间4月5日 自从莫兰德重回辽宁之后 辽宁南兰一跃成为本赛季炙手可热的夺冠球队 在第三阶段的前几场比赛中 辽宁南兰整体的势头表现相当强劲 完全就是一副未免冠军的模样 不过随着比赛的持续推进 可能是前期用力过猛 辽宁南兰显得有些后继无力了 这样的状态确实让人无比的担忧 然而辽宁的坏运气还没有结束 在辽宁与广州的比赛中 辽宁不仅输球了 球队的核心空位赵继伟还遭到了广州队员的暗算 在一次持球突破中 赵继伟因为速度过快躲闪不及 导致脚步扭伤 当时就一脸痛苦地坐在地上 幸运的是经过队一的检查 赵继伟的脚步伤情并不严重 但是需要几天的恢复时间 赵继伟的情况确实让人不禁捏了一把汗 要知道如今的辽宁南兰 已经经不起任何的折腾了 从表面上来看 辽宁南兰的球员阵容相对完整 但是细细研究我们不难发现 辽宁南兰的阵容有些偏老龄化了 像韩德军 李小旭等人还是80后 绝对的实力担当郭艾伦 赵继伟青春已经不在 能称得上年轻球员的 也就是张振林 傅豪 刘燕宇等人了 这与广东的人才积极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同时赵继伟遭人暗算的事情 也应该给辽宁南兰敲响了警钟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杨明必须要注意安排 适当的球员轮换机制 尽量避免球员体力的过度消耗 一旦出现不好的连锁反应 不然就极易引发球队的伤病潮 胡金秋成交易筹码 北京时间4月5日 据知名媒体人的爆料 广沙俱乐部为了能够签下周旗 将会考虑将胡金秋当作筹码 去交换周旗 此消息已经爆出 立刻在球迷中引起很大的反响 支持这个决定的球迷表示 胡金秋换周旗 绝对是合适的 虽然胡金秋的技术水平很高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再加上胡金秋 曾遭遇过严重的伤病 状态已经很难回到巅峰 现在选择交易出去 虽然当时会有一些肉疼 但是绝对能将胡金秋的价值 发挥到更大 而持反对意见的球迷理由 也是相当充分 周旗虽然能力毋庸置疑 但是实在太烧钱了 再加上一旦周旗加盟 那么广沙的球员阵容 必须进行重新的调整 不然根本发挥不出周旗的作用 而主教练王博 是否具备这样的能力 还不得而知 总体来说 好像牵下周旗的风险 还是相当大的 最关键的是效果还不能得到保证 自从周旗回到国内以来 一直都在为重回CBA而努力 此时还有很多球队 对周旗表现出很大的兴趣 不过事情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随着新疆南篮的退赛时 爆出的内幕 周旗积极恢复自由深目的 好像也并不单纯 再加上新疆南篮爆出 花在周旗身上的钱 已经超过千万 虽然这一说法 遭到的周旗的否定 但是很多球迷对此依旧是持怀疑的态度 周旗作为中国南篮第一人 目前却面临无球可打的尴尬 一方面可能是中国篮球相关制度 确实存在漏洞 但是周旗是否也应该考虑一下 自己的原因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